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同樣 看到食譜有這麼多字 就沒有心機再看下去呢? 更加沒有動力走進廚房煮食 所以這次就試試把食譜畫出來 希望老了之後 我就會有自己的一本秘笈 事不宜遲 今天和大家做的就是韓式海鮮薄餅 其實我試過很多次了 只要拌好的餅底 上面加什麼菜 都可以做出你自己喜歡的薄餅 喜歡吃辣的就可以拌起泡菜一起做 想吃到好像中式酒樓一樣 加火腿加蝦米一樣可以 其實做薄餅最主要是拌好的餅底 上面喜歡加什麼都會隨便 正因為這樣 所以餅底的份量更加重要 所以這次這篇食譜手醬 我主要都是專注在食材上 而程序呢?真的太簡單了 拌好煎好就可以了 不需要寫太多 快快手畫好標題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餅底要用什麼食材 而這裏呢就是三塊的份量 第一樣需要的材料呢就是低筋麵粉121g 第一樣需要的材料呢就是低筋麵粉121g 接著是煎米粉321g 接著是煎米粉321g 和煎粉38g 還有油30g 鹽呢就要加3g 鹽呢就要加3g 而胡椒粉呢就隨量加少少就可以了 還要加上雞粉 還要加上雞粉 雞粉也是3g就可以了 水呢就要265g 水呢就要265g 雞蛋就要25g 大約就是半隻雞蛋左右啦 餅底的材料呢都已經準備好了 這次呢我就選了蝦仁和蟹柳做餡料 至於蔥呢我就覺得做哪一隻薄餅都需要到它啦 其實加上京蔥和韭菜更加好吃的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準備好那些材料 正常的菜譜就會寫程序啦 不過我說不想有那麼多字嘛 所以我就將它簡化 只是將它必須要注意的地方畫低 第一樣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落清水攪拌的時候呢 一定要分4次 這樣攪的餅底就會滑很多 沒有那麼容易起粒粒的啦 而第二樣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要keep住中慢火 因為如果太大火的話 就會很容易焦底 但是那些菜又未熟 太慢的話又會不夠香口 所以大家記住要用中慢火啊 去到這個位置我就用來滑低 就是我們今次要用到的工具 順便可以裝飾一下這份食譜嘛 多謝你們陪我一起畫這個食譜啊 以後在家裡也可以吃到薄餅啦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記得按旁邊的鈴鐺啊 如果你們有什麼食譜想我畫出來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還有記得follow我instagram 我記得摇該 出去前方 有趣都是 有趣就是 而且